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要做的是瑜伽的练习 我们利用瑜伽的动作来挑战 来训练一下我们的腹部 所以待会有很多的练习呢 都是集中在你的腹部的肌肉 如果你觉得开始有点点吃力的话 记得调整你的呼吸不要憋气 那我们从简单的暖身开始吧 让身体呢来到四足位姿的位置 先把膝盖轻轻的抬起来再放下来 活动一下我们的大腿以及我们的髋关节 同时你可以调整一下膝盖的位置 检查它是不是在你的臀部正下方 把脚轻轻的跪回来之后 将两只手轻轻的往上提 再放下来吸气向上 吐气反回来 一样活动我们的肩膀 活动我们的手臂 同时检查和调整 手掌心有没有在肩膀的正下方 最后一个 把手回到地板咯 好我们做脊椎的伸展 吸气延展抬头 吐气拱背 吸气延展 吐气拱背 最后一个 接着让身体回到中间的位置 将你的左脚和右手放在外面 吸口气往上抬气 吐气放回来 相反边 左手右脚 回正 两边轮流 当你在做这个手臂的延展 身体的平衡的时候 请你把注意力放在我们的中心的位置 每一次手跟脚要抬起来的同时 把我们的腹部再往内收一下 最后一个 接着我们停留在右边 右手和左脚 将手掌心朝外 手跟脚向旁边打开 湿气 回到中间吐气 吸气拨开 吐气回来 再是一个 吸气 吐气 相反边 左手右脚 先延展 掌心朝外 手跟脚一起打开 再回来 下巴微收 眼睛帮我看着地板就好 最后两趟 再一个 回到中间之后 把手跟脚放回来 将我们的脚趾头稍微踩一下地板 吸口气 膝盖一点点的离地 吐气放下来 再一次膝盖往上 往下 最后一个 停留在上面 我们扭转一下身体 将膝盖向右 臀部向左 回到中间蹲 向反边 膝盖向左 臀部向右 把整个身体都转过来 再放回来 右 中间 左 中间 再一个 右 中间 左 中间 膝盖先跪回来 臀部向后 放松一下身体 放松一下双手 手指头稍微动一动 再让掌心撑回地板 我们要经过下犬式 让身体稍微站起来了 将两只脚踩一下 再把膝盖弯曲 脚慢慢走进来 手一样找到大腿 再把身体推回来 将我们的双脚打开来 比你的臀部还要宽的位置 两个膝盖弯曲 从髋关节开始向外打开来 大腿膝盖脚尖都朝外 手帮我背在背后 腕曲膝盖吐气 让身体向右 再向左 每一次往旁边的时候呢 感觉到你的侧腹部收缩 再回来 吐气向右 吸气回 吐气向左 吸气回 除了身体以外呢 我们试着夹上的手 手尽量帮我放在大腿 或是膝盖的后面 这个位置呢 可以确保你的膝盖不要往前掉 每次当你放下来的时候 用眼睛的余光 检查一下脚的位置 不要向前跑 尽量撑开来 用大腿的内侧处理 再次向右 中间 向左 中间最后一个 右 右 回 左 回 将双手扣在胸前 我们把刚才的动作串联在一起 用你的双脚走四步 右 左 右 左 身体向右 右 左 右 左 再试一趟 双脚踩 吐气身体 吸气中间 三 一 二 三 四 吐气身体 最后一趟 双脚 身体 将两只手向前推 把脚尖扣进来 吐一口气 我们放松身体 伸展一下你的脚 同时放松一下你的大腿 接着把身体转回来咯 一样我们经过下犬式慢慢的让身体回到跪姿 待会呢我们要做的是一直线跟下犬式的流动练习 如果你开始感觉到你的手腕很酸紧的人 随时你都可以把两个膝盖轻轻的放下来 但是如果是手有点紧绷的话 手肘记得稍微弯曲一点点 那我们准备咯 两只甲向后 先来到一个大大的下犬式 中心向前送交给双手一直线 腹部收同时臀部夹劲 吐气下犬 吸气往前 吐气下犬 吸气直线 我们再做几个 顺着呼吸自己的速度 记得把重量确实的往前送 手肘微弯不锁死 感觉到你的背跟肚子的力量多过你的双手 再一个 我们要稍微停留在前面咯 在这个地方我们推一下脚跟向前 再向后 向前 再向后 屁股的高度呢 尽量不要改变 往前送 再往后 再一个 慢慢的推到最前面 吐一口气 膝盖弯曲 臀部向后 婴儿式 放松一下双手 放松一下身体 接着我们让身体回到坐姿 将双脚向前放 臀部也跟着往前 两个膝盖弯曲 一前以后 双手向前 往后的时候呢 手轻轻的找到地板 把两个膝盖 微微的抬起 再次向前 向后 双脚往上 最后一个 要准备停留在后面 手掌心撑好 肩胛骨收 肩膀放下来 在这里将两只脚一起往前伸直 再弯曲 向前的时候吸气 拉回来的时候吐气 同时 脚靠近身体 腹部内收 背往后一点点 我们再做一个 到最远稍微停留 将两只脚打开 再交叉回来 如果你想要挑战多一点点的人呢 你可以把双手放开来 抱在胸前 双脚上下 上下 你还记得刚才是哪一只脚在前面吗 我们要换边咯 两只手可以轻轻的找到地板 脚拉进来 再向外 拉进来 再往外 再一个 一样我们准备停留在外面 手可以放开双脚 开合 开合 脚打开 不要超过你的膝盖的位置 再合起来交叉 让脚跟叠在一起 我们再做五个 四 三 二 一 轻轻的放回来 把右脚留在前面 左脚往后放 两个膝盖都弯曲 我们来到一半的格式 让身体向前 到你现在的最远 两只手也可以交叠 额头放在手上 伸展一下大腿的内侧 还有臀部的外侧 再一个深呼吸 吐气 吐气 手稍微推一下地板 把身体带回来咯 把小腿稍微收进来一点点 身体转个方向 后方的脚也是一样 小腿靠近身体一点点 右手撑住地板 左手往上 再回来伸展一下我们的侧腹部 我们的侧腰 最后一个准备停留 把臀部往上推 中心向前 交给你的右大腿 伸展左边的侧腰 眼睛看向地上 找到你的右手 吐一口气慢慢地做回来 我们相反边咯 左脚弯曲 右脚放后方 两只脚尽量膝盖 小腿是平行的 再让身体向前到你目前的最远 当然如果你够柔软 你想要把后面的脚伸直也可以 随时可以调整 你只要感觉到左边的屁股外侧 跟左大腿有在伸展就好 再一个深呼吸 双手推下地板 把身体带回来 小腿稍微收进来一点点 两只脚都一样 左手放好 右手往上 回来 再一个向上 准备戴上臀部 重心送到你的左脚 臀部向上推 眼睛看到地上的左手 记得右边的肩膀跟胸口 要再打开一点点 慢慢地吐气了 让身体坐回来 将你的两只脚都弯曲 脚掌对着脚掌 大腿轻轻地往下 动一动 手可以帮忙把脚扣住 背向上提高吸气 吐气让身体向前 胸口靠近脚掌 手周可以悬空 找到小腿或是地板都行 到你目前的最低 伸展双脚的同时呢 也要请你放松一下你的背 还有脖子 将身体慢慢地回来 任何一只脚放在前面都可以 双手向前推 双手向前推 背向后 我们做两个身 呼吸往上吸气 打开双手 吐气 再一趟 圆背 吸气往上 双手打开来 做完刚才的练习 身体的状况感觉如何呢 瑜伽不只是拉筋而已 它也可以增强我们的肌力 同时也可以放松我们的关节 身体跟心理是互相影响的 所以当你如果心情郁闷 或是比较紧绷 比较紧张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利用瑜伽的练习 把身体放松 随时把身体准备好 相信你就会越来越健康的 感谢观看